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谈了两年的恋爱,今年,男友陆博元软磨硬泡要带我回他家过年。 我爸妈听说要见家长,精心地帮我准备了礼物。 我瞧了一眼,有点心疼。 这也太贵重了吧? 爸,我去买点烟酒就好了。 我爸满脸开心,傻孩子,第一次见家长,咱们用心点。 可是,明明上一次陆博元只带着些烟酒来,你们也很开心啊。 一路上,陆博元提前给我打预防针。 芸汐,待会儿我妈估计要问东问西,你敷衍她一下就行。 我信心十足地表示,没事,放心吧, 我当然知道第一次见婆婆有多难搞,而且网上都说京海的婆婆特别奇葩。 所以我早就提前查好了攻略。 就连今天的妆容都是乖乖女的素颜妆。 一到家,陆妈妈就欣喜地迎了上来。 她是一个五十多岁,微矮的中年妇女,白白胖胖,看起来很好相处。 博元,怎么这么晚,赶紧进屋,过了小一会儿,她才意识到旁边还有个人。 这个就是小云吧,进来吧,来就来了,还带什么东西啊? 我拿起手中的礼盒。 阿姨,新年快乐,这是我们家自己种的橙子。 她脸色一变,有点惊讶。 小云,你们家是种地的吗? 我只好老老实实地点头。 这个,说种地的倒也没有错。 吃过饭,她妈洗了盆车梨子端了上来。 小云,吃点水果,进口的,她的脸上明显透露着优越感。 你带来的橙子,我没动,我们平时吃惯了进口水果。 阿姨,这个橙子,我刚想解释。 她妈就开始查户口了,你们家是哪里的呀? 苏通,我家是个二线城市,陆伯远家在一线。 那倒也还行,不过还是比不上我们京海,她妈斜着眼睛自豪着。 我冷了一下,陆伯远家是单亲家庭,家庭条件一直不怎么样。 虽然是在京海大都市,但是京海也有穷人啊, 他们挤在这个不到六十平的小房子里。 居然还能凭空生出优越感。 阿姨,我们那边也很发达的,我要为家乡正言。 哎,我们这里一般不会娶外地媳妇的,这不是看薄远,自己欢喜吗? 哎哟,不过,你也知道我们这种开明的地方是不星彩礼的。 陆妈妈扒拉了几下车梨子,骄傲地说道, 原来在这里等着我呢? 本来,我爸妈就没打算要彩礼,但是从他妈嘴巴里说出来,就变了位。 我妈一直觉得陆伯远是个老实的好孩子, 自己勤勤恳恳读大学,没有花家里一分钱,让我平常自己不要花他的钱。 我爸更是教育我,出门在外要低调,尤其是不能伤了陆伯远的自尊心。 所以,上一次陆伯远上门,我爸妈就在果园上招待了人家,她斜着眼睛看我。 听说你还有个哥哥,你以后不会拿我们的钱去贴补你哥哥吧? 陆伯远靠在他妈身上,撒娇起来, 妈,芸汐从来没有花过我的钱。 以后我们的工资卡都给你,她妈脸色有所好转,以前不花,不代表以后不花。 你这孩子就是太单纯,又朝着我说,从小到大,追伯远的人特别多,都是本地姑娘, 她却铁了心看上了你,我看了一眼陆伯远,她居然有点害羞地承认了。 对了,我收拾好了屋子,小云你今天就和我睡,她妈自顾自得地指挥着。 不了,阿姨,我爸妈让我回去呢,我打算起身离开。 看清了她家这个情况,我心里早就想好了,回到家就把陆伯远甩掉。 我算是想通了,老实肯定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形容词。 一个男人毫无优点,才够得上老实人。 之前没见过陆伯远和她妈这副德行,差点就上当了。 她听说我要走,顿时喜笑颜开,把橙子虫新提到我的手上。 那也好,这个你带回家去吃吧。 不要破费了,这句话没错,真的是太破费了。 我爸虽然是种地的,但他也是个科学家,全球领先的农业科学家。 他培育的水果更是一果难求,就比如我带去的这个橙子。 维C含量是普通橙子的五倍,还能用于肺炎预防和预后调理。 因为培育非常艰辛,数量有限。 我爸目前只提供给一些老年康养中心,但是抵不住大家蜂拥而至。 这小小的一颗橙子,听说已经被黄牛炒到了五千元一颗。 除了这,我爸这些年培育出了预防心血管疾病的离子,保养胃部的香蕉,治疗皮肤病的甜瓜。 我妈呢,是个营销鬼才。 她逼着我爸培育了几款爆品,美容草莓和瘦身桃子。 那些明星贵妇经常在咱家水果上市的时候疯抢。 日韩那边的女星更是疯狂,直接打飞地在我家门口排队,一度冲击了日韩的整形行业。 我爸从一个埋头苦干,常常经费不够用的苦逼农业科学家,一跃成为权威学术期刊的年度十大人物,并蝉联好几届。 我妈则栖身财富榜Top50,整天数钱数到手软,这不她又想开拓欧美市场,派我哥驻扎在那边调研。 我没敢回家,大过年的,我怕我爸妈知道了会气死。 幸好在京海我也有套房,市中心二百六十平的大平层,成了我的落脚处。 当晚,陆博远再也没有发信息给我。 我觉得他们家的意思已经显而易见了,那大家就心照不宣地分开吧。 正想着,我听到大门处密码锁滴滴的声音。 一个西装革履,但身量挺拔的男人拿着行李箱出现在门口。 哥,我吃惊地叫了出来。 你不是在欧洲吗? 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在苏通吗? 怎么在这? 手上干嘛拿着菜刀? 我哥云泽猝着眉头。 我哥欧洲的调研已经差不多完成了,马不停蹄地回国。 刚下飞机,想着自我隔离几天,再和我们去团聚。 我只好把事情和他说了,并要求他不要告诉爸妈,我丢不起这个人。 胡闹,我哥生气了。 好害怕,我最怕的就是他。 爸妈一直和瓜果蔬菜打交道,是不是思维退化了? 这种男人是怎么尽得了他们的法眼的? 还有你,我倒是想骂你,但是怕脏了我的嘴,他愤怒地拿起电话,立马拨通回苏通,把我爸妈狠狠地教育了一顿。 哎,我们全家都怕他,所以我妈把他塞欧洲去了好几年。 他走的那天,我们三个在机场抹泪送别,回到家就开了个庆功会。 挂了电话之后,云泽盯着我的脸,恶狠狠地说道, 这段时间,听我的安排去相亲,我有几个朋友倒是人母狗样的。 阿别,哥,其实我一点事都没有,分手而已又不是没分过,我吓到顿走。 我又不需要治疗情伤,搞什么相亲啊? 我哥沉思一会,也是,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早日发现,没有羊入虎口,我妈偷偷给我发信息,乖乖,明天回来吧,过了一回又来了一条信息。 让你哥自己在那边隔离,第二天,我哥非得拽着我吃完中饭,再放我回家。 然后,我看到临桌上熟悉的身影,陆伯远和他妈,对面是一对笑意盈盈的母女。 这场景,大概就是在相亲了,好神速。 昨天刚领我见完家长,今天就安排上了,看样子蓄谋已久了。 他妈也看到了我,瞬间变了表情,你跟踪我们,我哥眼神询问了下, 我无奈地点了点头,我赶紧摁住他要丢筷子的手,压低声音,哥,我自己能处理, 陆伯远看到我们的肢体接触,神色一沉,允喜,想不到你这么自甘堕落。 立马找了个小白脸,你昨晚就和他在一起的吗? 我看了下我哥,穿着卫衣球鞋,看起来果然青春靓丽。 我哥也差点笑场,他挑衅着,没错,大爷,你很有自知之明。 你长得确实颠沛流离,陆伯远拳头握紧,他妈作着筷子不淡定了, 你们外地人就是不自爱,之前赖着我们家伯远就是为了户口吧。 他们对面那个微胖矮小的女生开口问道, 博远哥哥,他是谁呀? 陆伯远瞥了我一眼,之前喜欢我的女生,很好,我变成了一厢情愿。 也不知道是谁,当初凌晨十二点给我送夜宵。 也不知道是谁,每天起个大早帮我和室友站位, 要不是他当舔狗尽心尽职。 我会看上这种男人,不过现在,我觉得多看他一眼都恶心。 我平地他们,安心吃饭。 他妈奸细的声音还是不断传来。 对我们博远死缠烂打了很久,之前上门拜访还带了一箱橙子, 对方妇女,这也太上不了台面了,又不是白莫橙, 还好意思拎上来,外地人真的没皮没脸。 我让他跟我睡,博远自己一个住一屋, 他还不愿意陆博远打断他。 妈,你别说了,他妈巴唧着嘴, 我跟你说,以后好好对林林, 大家都是惊喊人,知根知底的, 对面的微胖女孩有些害羞。 阿姨,我和博远哥哥会好好的, 中途我去洗个了手。 出来的时候,看到陆博远面色, 铁青帝站在门口。 借过一下,我面无表情地说, 芸汐,今天是我妈安排的, 我只能陪她来走个过场。 你别闹了,行吗? 她压低了声音,又恢复了那幅舔狗模样。 你刚刚说的可不是这个意思, 我嫌弃地推开她, 我们彻底结束了, 别死皮赖脸的, 陆博远的脸拉得很长, 要不是你, 昨天惹我妈不高兴, 我会来相亲吗? 怪我了, 我难以置信地指了指自己。 别人家女朋友上门, 要么买金项链, 要么燕窝,人参。 你倒好, 林和橙子上门算什么? 她气急, 我妈看不上, 都是你做的。 她上前抓住我的肩膀, 别闹了, 不能结婚, 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的。 我饶有兴致地听她把话讲完, 然后恶狠狠地说, 放手, 不放, 行, 那是你自找的。 我将她的食指轻轻一掰, 咔嚓一声, 她吃痛轻叫起来。 厕所里没有监控, 隔音也不错, 外面的人不知道有没有听到。 我拍了拍肩膀被她捏过的地方, 疼吗? 你可以去报警, 不过你刚刚说的话, 我都录音了, 我大不离开。 从小到大, 我们家嘴皮子最厉害的就是我哥, 但是手工达人是我, 苏通是散打亚军。 我爸妈两个浪漫主义的文明人, 养了两个不文明的小孩。 回到座位上拿包, 我冲着领桌三个女人说道, 阿姨, 我戴的就是白墨, 只可惜你没有口福了。 临了, 我又转头。 对了, 我之前买给陆博远的东西, 请他还回来, 折线也可以。 他好像在那边受伤了, 你们去看看吧, 他们惊呼着冲向洗手间。 我和我哥结账走人, 路上, 他感叹这顿饭吃得太和平了, 完全没有他发挥的余地。 我轻描弹写地说, 我好像把他揍骨折了。 什么? 这是犯法的知道吗? 你晃晃脑袋, 听听有没有大海的声音。 为这种人, 犯法不值得。 我让他稍安勿躁, 我知道我知道, 他不敢报警。 我当然了解陆博远的性子, 他没有这个魄力。 回到老家, 我爸依偎在我的怀里哭个不停, 对不起, 乖乖, 是我们识人不清。 差点让你被坏人骗了, 我妈也在旁边声讨, 真是没想到, 小路看起来老老实实的, 居然是条狗。 橙子带回来了吗? 在车里呢, 我努了努嘴。 我妈一阵风似的跑去开后备箱, 正好送给你张叔叔, 乖乖, 你就留在爸妈身边好吗? 外面太危险了, 我爸泪眼婆娑, 我刚培育了一种治疗脱发的西眉, 绝对能火。 爸, 我也想啊, 但是我妈把我发配京海分公司了, 我妈觉得我在那边上学, 自然对京海熟悉一点, 让我为家里做点贡献。 陆博远居然给我发微信, 你带的真是白莫城吗? 我没搭理他。 转手给他发了一封清单, 是我买给他的一些贵重礼物, 那些低于两千的我就没列, 但是手机一万二, 一双GJ球鞋五千六, 西装九千五, 我粗略一拉, 账单就有五万三。 我心疼他没钱, 毕竟上大学的助学贷款, 他都没有还清。 所以交往期间, 我基本上把所有的开销都包了。 就连他刚毕业去面试工作, 扭扭捏捏想买西装, 我都二话不说, 直接送了他一套当礼物。 想不到还是未不熟这个白眼狼。 既然他给我定义只是一个喜欢他的路人, 那就把本路人的前途出来。 账单发过去之后, 陆伯远迟迟没有回复。 我想了一下, 没有把他拉黑, 毕竟我还要等他还债呢。 过了年, 我妈火速把我哥发配非洲, 而我, 立马导航到京海。 我爸, 乖乖地蹲进实验室, 谁要是阻碍了我妈的赚钱之路, 谁就是叛徒。 我家的渠道主要做海外和国内TOB和TOG, 所以京海这边公司人不多, 我也乐得清闲。 开工第一天, 给员工发开工红包, 鼓舞下大家工作的热情。 转眼刷到陆伯远的朋友圈, 新的一天鼓足尽, 努力离梦想更近, 差点忘了他还没有还我钱。 那今天的开工红包全部由陆伯远买单。 我拿起车钥匙冲向天成集团, 陆伯远现在就职的公司。 那是张叔叔的公司, 主营自动驾驶。 陆伯远曾不止一次地向我炫耀, 那是封口, 将让他飞黄腾达, 光宗耀祖。 确实是封口, 天成集团也是该行业里的龙头。 但是凭借陆伯远自身的条件, 根本进不了天成。 当初的他, 面试处处碰壁, 毕业就代表着失业。 我看不下去, 托我妈给张叔叔去了一个电话, 让他留了下来, 顾着他的自尊心, 也没有告诉过他。 天成集团是新科技, 主要的岗位都是研发相关。 中文系的陆伯远无法担任核心工作, 只能去做了行政相关的职位。 但是, 这也足以让他吹嘘了好一阵子。 现在想想, 行政和公司封口有毛线关系。 我给张叔叔打了电话, 他让我直接上去顶楼找他, 一定为我伸张正义。 到的时候, 特助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了, 一路领着我高调地去往董事长办公室。 陈特助, 请问行政部在几楼呀, 我想先去会会陆伯远。 七楼, 云小姐, 怎么了? 这样, 我先去七楼, 你帮先我上去捎句话, 我待会儿再来拜访张叔叔, 他们公位上都有名牌, 我瞅准了陆伯远的名字走了过去。 嗨, 陆先生你好, 我打了声招呼。 他抬起头, 惊到语无伦次, 你来干什么? 随后压低了声音, 你怎么上来的? 这些外包的保安 实在太不像样了, 我来找你要钱啊, 我打印了一份账单, 扔到他身上。 他的同事们看过来, 窃窃私语, 因为是行政部, 女生居多, 看到这种八卦场面, 自然不能放过。 芸汐, 你够了, 我没想到你这么奇葩, 你买那些东西是自愿的, 随后它提高了音量, 我们已经结束了, 周围打量的目光更多了, 他们估计都以为 我是一个爱而不得, 苦苦追求的前任。 一个领导模样的女人 走了过来, 陆伯远向是找到了救星, 方经理, 我这就让保安赶他出去, 被教方经理的人点了点头, 随后朝着我说道, 这位小姐, 请不要影响我们工作, 我降着, 只要陆伯远还钱, 我一秒就走。 是他不给钱, 影响大家的工作, 方经理的眼神狠狠刮了一下陆伯远, 问我, 什么钱, 我把账单拿了过来, 这些还有这些, 都是陆伯远当初问我所要的礼物, 总共五万多, 这些是你们恋爱期间的吗? 分手了就要拿回, 这样不太好吧, 小姐, 方经理满脸嫌弃, 还挺护短的, 她的其他同事也在嘀嘀咕咕, 第一次看到女生来要钱的, 我以为只有渣男才会这么做, 谈不起就不要谈恋爱, 现在的人真的都很不要面子, 想不到陆哥平时挺大方的, 怎么还吃女方的软饭, 方经理是吧, 我们不是恋爱, 恋爱是有来有往, 而我这完全是陆伯远单方面, 问我索取礼物, 我拽拽地看着陆伯远, 摒弃了恋爱脑之后, 我觉得格外神清气爽, 方姐, 陆伯远嘀嘀地喊了一声, 我怎么听出撒娇的味道, 这样吧, 你如果要钱可以去打官司, 现在不要影响我们工作了, 方经理敷衍了我一下, 恨铁不成钢地望着陆伯远, 怎么回事啊, 威严的声音从后方传来, 转头一看, 是张叔叔和陈特柱走了过来, 方经理恨恨地交代陆伯远, 赶紧把他弄走, 然后小跑着迎了上去, 董事长, 你怎么过来了, 此时, 陆伯远已经对我拉拉扯扯, 张叔叔冷哼一声, 住手, 我再不下来, 我侄女岂不是被你们欺负死, 张叔, 撒娇是吧, 我也会, 张叔叔严肃地说了句, 处理下, 然后带着我走了, 是, 是, 董事长, 您慢走, 方经理在那边哈着腰, 同时恶狠狠地看着陆伯远, 刚走出不远, 我听到手机低的一声, 道账五万三, 这笔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但是对陆伯远, 那就是割肉之痛, 他最喜欢的不就是钱吗? 我特别愿意看到他痛, 收款, 然后微信拉黑, 晚上的时候, 陆伯远的电话打了过来, 糟糕, 忘记拉黑电话了, 一接起来, 他就在那头咆哮, 允喜, 你什么意思? 收了我的钱, 还想整我事吗? 什么事, 我懒得和他废话, 想不到你这么恶毒, 现在公司要开除我, 有必要做得这么绝吗? 笑死, 这家公司是我脱关系帮你进的, 没有我, 你连敲门砖都没有好吗? 现在断了我这条线, 天成集团怎么会愿意养着你? 那是你自己没本事, 允喜, 你真恶心, 为了整我, 居然勾搭我们老板, 你这么不自爱。 我就算是死, 也不会回头看你一眼, 好啊, 那你去死吧, 我挂了电话, 删除, 拉黑一条龙。 过了几天, 一份长达44页的PDF 在各大微信群疯狂流转, 标题就叫做曝光极品渣女, 海王妹脚踏三条船, 还是我大学的室友转给我的, 在校友群里已经沸沸扬扬了。 PDF文章里绘声绘色地把我描绘成了拜金女, 二线底层人家, 家中务农, 费尽心机考进了京海大学。 为了户口, 竭尽全力勾引本事上等人陆博远。 为了增加可信度, 文章周祥地贴上了我之前 给他买的各种礼物, 坐实了勾引的罪名。 当然文章的爆点还在后半段, 苦主陆博远进入京海龙头企业天成集团后, 拜金女更是对他穷追猛打, 奈何陆博远没有被我打动? 我随后勾搭上年过半百的天成董事长, 因爱而不得对陆博远进行了打击报复, 导致其被无理由辞退。 我哥也有幸在故事中扮演了一条船, 并配上了我们一起吃饭的照片。 我盯着这一堆控诉材料, 差点笑出了声。 不得不说, 中文系的陆博远对文字的掌控能力 还是有的, 尤其是对我惯以荡妇羞辱, 一下子就把群众的热情调了起来。 大学同寝室的室友很猛逼, 在他们印象里, 陆博远虽然穷嗖嗖的, 但是对我也算是非常贴心, 连带着对他们都是很舔狗的, 怎么一下子从舔狗变成了疯狗? 我简要的前情回顾了一下, 本来这么丢人的事情, 是不想让室友们知道的。 讲完之后, 群里沉默了三分钟, 然后爆发了。 卧草, 这陆博远是什么极品妈宝男啊, 他那个妈也好奇葩, 看看倒霉女嫁进他们家, 好恶心啊, 关键是他现在还来抹黑你, 你出面反驳他, 我们来帮你作证。 我淡定地回复, 让子弹飞一会, 谣言多传播几次, 到时候正好重拳出击, 就在刚才, 我已经把公司的法务总监和PR总监叫过来问了。 目前来说, 这种体量的舆情完全在可控范围内, 对公司也不会造成实质影响。 所以, 我的决定是暂时不出手, 让谣言发酵一会, 至少等到五千次浏览以上, 我才好送他进监狱。 随后, 我的一个室友发现了华点, 云喜, 你居然买得到白墨城。 我奶奶之前得了肺炎, 没有完全痊愈。 你还有途径买到吗? 其实, 我爸是云腔华, 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 又是三分钟的沉默。 你说的可是那个科学家云腔华, 但是你看起来笨笨的, 完全没有遗传到的样子, 你瞒了我们这么多年。 云腔华的女儿居然被惊骇吐住看不起。 笑死, 对, 你连我们都瞒, 太不够意思了吧。 为了赔罪, 我让秘书给室友们每家都寄了一盒橙子。 最近肺炎的人特别多, 白墨城已经供不应求了, 价格又一路水涨船高, 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 谢谢云喜, 我代我奶奶谢谢你。 云喜, 我舍不得吃, 我可以卖吗? 不行了笑死了, 如果陆伯远知道错过了你, 他会悔恨自杀吗? 好想知道, 张叔叔也看到了外面流传的造谣。 他给我来了电话, 小云喜, 这个陆伯远真是太卑鄙了, 颠倒黑白。 我找了人打他一顿, 对不起啊, 张叔, 给你添了麻烦了, 我有点内疚, 毕竟一开始是我把这个祸害送到天成集团的。 哪里的事,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机会的。 那天, 陈特助回去查了一下, 发现这小子还持供应商回扣, 我知道陆伯远爱钱, 需要钱还债, 但是没有想到他这么胆大包天。 这都还在试用期呢, 就已经迫不及待了。 没想到, 陆伯远他妈找到我公司来了。 我刚准备下班, 就听到外面一阵大喊, 云喜在呢。 我要找你们领导, 你们员工打人杀人了。 门口处, 保安拦住他, 他憋着一股蛮镜往里冲, 手提包不断地甩在保安小哥的脸上。 白白胖胖的身躯甚至坚实, 我有点心疼保安小, 前台小姑娘赶紧进来请示我。 小云总, 这个女人来找你, 我们要不要报警? 没事, 你把她领进来吧, 我倒要看看她还有多少幺蛾子。 陆伯远他妈跟着前台小姑娘 一路来到了我的办公司, 她左看看又瞧瞧, 哟, 小小年纪做办公室了, 你路子果然很野吗? 语气酸得不得了。 我妈装扮得富丽堂皇的办公室, 确实可以闪瞎她的狗眼。 前不久, 她还口口声声叫我外地人, 说我配不上她儿子。 想不到你工作这么好, 那赶紧赔钱, 她双手一摊, 满脸都是刻薄。 什么钱? 你还想耍赖? 薄远被打了, 是不是你干的? 哦, 原来是这个事情。 看样子张叔叔气得不轻啊。 不好意思, 这位女士, 我不清楚你在说什么。 我按了下电话按钮, 叫徐律进来, 她像一只充满斗智的母鸡, 你不敢认, 和我们博远结仇的只有你。 这个贱人, 不仅害她丢了工作, 还害她进医院。 一百万? 赔钱? 不然我们报警了, 徐律推门而入, 这位女士, 你涉嫌敲诈勒索, 我们有权保留追究你刑事责任的权利, 你算什么东西? 我要找你们领导, 这不是云枪华的公司吗? 我看她到底管不管员工, 陆博远她妈是撒泼的一把好手, 说话间已经坐在地上了。 芸汐, 你见不见啊? 我儿子不要你, 你就找人打他, 这种人, 你们公司必须开除, 赔我儿子的医疗费。 不然你今天别想走, 声音动静有点大, 我怕影响了员工工作。 徐律苗董把保安请了进来, 还是刚刚那个保安小哥, 他恭敬地给我敬了一个礼, 小云总, 让你受惊了。 我这就把他带出去, 陆博远他妈还在挣扎, 抱着门框不愿意走, 大喊, 不要碰我, 我告你非礼。 死看门的, 我要找云枪华, 你们把他叫来, 我走过去, 盯着他的脸。 他被我看得有毛骨悚然, 我说, 你找云枪华没用, 你看我姓什么? 保安, 丢出去, 我拍了拍保安的肩膀, 看到他脖子上 被老阿姨抓到的痕迹。 今天辛苦了, 去财务处领奖金吧, 当夜, 我收到一条陌生的短信。 云喜, 对不起, 我不知道我妈去你那边闹了。 你最近还好吗? 我随后拉黑, 转头继续看电视节目。 电视上是我爸在参加一个医学论坛, 分享白沫城的培育原理。 一旁的众多医学老大, 纷纷论证白沫对肺炎的积极欲后作用。 我爸一脸自豪地表示, 白沫会优先供给国内。 首先大批量进入社区医院, 由社区医院进行分发。 在很大程度上规避黄牛囤货的可能性。 周末我猫在家里看剧, 顺便叫了小龙虾外卖。 家里的阿姨只会做清淡的菜系。 我对小龙虾已经渴望了很久了。 电话响起, 是徐律、 小云总, 之前造谣事件的取证已经完成, 我们对相关证据做了公正。 除了发帖人, 一些散播谣言的网友我们也可以一起告了。 好, 那等我这段时间忙完, 就开稿吧。 不得不说, 徐律真敬业, 这大周末的还想着工作。 我料想陆伯远也该出院了, 那就可以出庭了。 短短一个月, 丢了工作, 进了医院, 现在还要上法庭。 他的人生可真精彩。 正想着, 门铃声响起。 我一跃而起去迎接我的小龙虾。 门一开, 居然是阴着脸的陆伯远。 有事, 他企图推门而入, 我抵着门不让他进。 心想, 待会儿一定要好好投诉物业。 交着全市最贵的物业费, 居然把杂七杂八的人给我放了进来。 芸汐, 你住在这儿, 这个答案其实他早就知道了吧。 但是真真实实看到我的时候, 还是露出了些许惊喜。 你跪干, 我冷冷回道。 我可以进去说吗? 他哀求着。 我看着眼前的陆伯远, 胡子拉叉, 身上的衣服似乎还有油渍, 和学校里盼如两人。 先前的陆伯远, 一直保持着清清爽爽, 就算是几年前的衣服, 也会洗到发白发亮。 整个人充满着贫穷公子的忧郁气质。 我依旧死死抵住门, 皱着眉头。 他看我逐渐不耐烦。 开口说道, 我妈得了肺炎, 现在一直发烧咳嗽, 没有好转, 我买不到你家的橙子, 想找你, 买一个, 婉拒了哈, 顿了一下。 我轻蔑地嘲笑道, 之前你妈不是把一整箱橙子拒之门外吗? 现在多喝热水就好了。 我家的橙子, 你们不配吃, 允喜, 你不要生气了, 她温柔地劝解着, 都是我妈不好, 真是, 笑到我了。 我对你是真心的, 我们两年多的感情。 不是说没就没的, 我们重新开始好吗? 我的心情有点复杂, 思索着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让她觉得我们之间还有余地。 不好, 你和你妈过一辈子吧, 我说着要把门合上。 我们和好, 让我妈一个人生活, 我可以入赘, 真的。 我可以跟你去疏通生活, 她急吼吼地表中心。 医生不是说她伤了肋骨吗? 怎么把脑子也伤了? 陆先生, 请你离开, 不然我要报警了。 她突然发了狂, 像一只愤怒的白斩鸡, 把我的门踹开, 堂而皇之地进到我的房子里。 你到底还要我怎么样? 我妈也同意, 我们在一起了。 你之前一直欺骗我, 是怕我图你们家钱吗? 她甚至有点感觉自尊心受伤。 我笑着把门合上, 这可是你自找的。 没想到陆伯远降至到这个份上。 我狠狠地踢了她的小腿。 她站立不稳跪在我家地毯上。 嗯, 这可是我妈最喜欢的地毯。 真脏。 允喜, 你想干什么? 又想打人吗? 她想起了之前, 被我扰断手指的回忆, 开始惊恐。 我掰了下自己的手指, 骨节处发出嘎达的响声, 你开什么玩笑? 你入世不轨, 我只是正当滋味而已。 我妈一直严禁我和男生打架, 说什么就算练了散打, 但是男女力量悬殊, 怕我吃亏。 但是陆伯远我不怕, 柔弱地摆斩鸡。 我瞅准她的大腿猛踹一脚。 她的惨叫声响起, 允喜, 你这个女流氓。 我打开房门, 跑出了门。 在走廊里梨花带雨大喊, 有人吗? 我家进贼了。 物业在吗? 请帮忙报警。 警察出来调解的时候, 陆伯远一直强调我们是情侣关系, 并不存在入室抢劫的事情。 小警察一副看透了剧情的样子, 随后对着陆伯远, 凶狠道, 男女朋友也不能纠缠啊。 真是丢我们男人的脸, 陆伯远老老实实地受训, 脸上一阵清一阵白。 小声嘟囔着说, 分手了, 警察温和地询问我, 家里有丢什么东西吗? 我清点了一下, 没有, 那我们只能把他教育一顿, 大家调解下好了。 我同意了。 姓名, 陆伯远, 年龄, 二十五岁, 籍贯, 京海市。 小警察抬头看了他一眼, 小伙子, 我也是京海人, 你这样很丢我们的脸, 我忍不住扑吃一声笑了。 他们引以为豪的京海市, 这就把他名誉开除了。 警察同志, 我要告他, 他刚刚打我, 陆伯远突然攀咬我。 你们不是男女朋友吗? 情感纠纷也要报警吗? 就这么浪费我们警力, 小警察头也不抬, 居然还被女人打, 真是丢我们男人的脸。 陆伯远被请出家门的时候, 不死心地喊, 允喜, 你做得这么绝, 我们这辈子再也没可能了, 求之不得, 你这种女人, 算我瞎了眼。 果然在有钱也是外地人, 她催了一口, 骂骂咧咧地走了。 一个人有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学识, 才华, 财富成就等感到自豪, 但是巴着出生的拼命自豪的人。 到底是什么逻辑呢? 我内心甚至有点心疼他们。 我打了个电话给徐律, 积极地说, 徐律, 周一就开稿吧, 小云总, 你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 我突然地提诉, 也让徐律措手不及。 既然陆伯源已经找上门来了, 我料想他不会罢休, 为了彻底甩掉这块狗皮膏药, 那我就只能加速把他送进监狱, 眼不见为净。 陆伯源怎么也没想到, 下一次和我的碰面是在庭审上。 我以侵害公民名誉权, 隐私权将他告上了法庭, 因为证据确凿, 且影响严重, 被判刑一年。 然而, 陆伯源当庭辩称, 自己紧紧写了内容, 作为鞭策自己的回忆录, 并未将内容进行传播。 传播账号的拥有者是他的母亲刘群芳。 笑死了, 在听审席上的刘群芳, 完全没有想到他的好大儿有这招, 不敢置信地停了一下, 猛逼过后坐在地上哭丧, 大喊着, 陆伯源, 你这个混蛋, 和你那个天杀的老爹一个德性, 你还有良心吗? 我为了你起早贪黑供你去读书, 不是你要诚挚这个贱人的吗? 你现在甩锅给我, 你不得好死, 法官不得已休庭, 并出动了法警。 最后查明, 确实是刘群芳所属账号, 第一次在小区群里进行转发, 陆伯源无罪释放。 我方重新将刘群芳诉上法庭, 这一次他没有吵闹, 估计是对陆伯源深深绝望了, 乖乖喜提了监狱套餐。 不出半年, 陆伯源在朋友圈发布自己的结婚照, 他妈还在吃牢饭呢, 居然就迫不及待地结婚了。 他邀请了大学的几个朋友圈参加婚礼, 很多人知道他曾经的闹剧, 纷纷表示没空耶, 太远了, 不是本人。 听说陆伯源有点气急败坏, 告诫大家人可以不去, 但是红包必须到, 没有人再惯着他的臭毛病, 他只能静静地躺在大家的黑名单。 大学同学过来和我八卦, 天哪! 那个陆伯源听说 找了个有钱女的, 还想让我们随份子, 啊,不可能吧, 有钱人看上他什么呀, 你们真的不知道吗? 我们一个去的, 那个女的怀孕了, 但是不是陆伯源的。 哈哈哈哈, 陆伯源贪图人家的房子 就巴巴地同意了, 听说那个女的, 还有暴力倾向, 之前男朋友 就是因为这个分手的, 怪不得我有自接诊, 陆伯源被打得跟猪头一样, 头皮都被磕掉一块, 大家的语气嘲讽中带着可怜, 不过都与我无关了, 我看着眼前一堆合同, 是英国政府和我们的西梅合作项目, 我爸的脱发西梅又成功了, 火速让助理订了机票, 明天飞英国, 我们可是很忙的农民。